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太漂亮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走 在这里取景的韩剧中 大家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乌塔房王世子 电视剧中 朴河静静地走在前面 王世子悄悄地跟在后面 美美的壁画 衬托着两个人之间 微妙的情意更加浪漫 综艺节目两天一夜中 李生机也带大家来过这里 普通的水电表 变成了超可爱的瓢虫造型 旁边还有七彩的椅子 当然世子和瓢河 也走过这里了 可惜的是 现在椅子上都写满了 游客的涂鸦 这里还有一个小惊喜 你们看 墙上这个小小的椅子 是不是很可爱呢 其实乌塔房王世子中 朴河和王世子都坐过这把椅子 因为它在墙上 所以其实坐起来 很考验妖力 因为世子和朴河的关系 这些小狗也超有人气 虽然是画在墙上 可是看起来非常逼真 好想把它们抱出来摸一摸 走在充满艺术气息的梨花村 完全想象不到这里最初 其实非常贫困 在2006年 通过60多位艺术家的妙笔神工 不仅为居民们改善了生活环境 更丰富了这里的精神层面 现在完全是人气鼎盛的著名景点 这一幅一定不能错过了 虽然这边有很多的雕塑 但是这一个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如果你记得的话 乌塔房王世子中朴河和王世子约会在这里 他们两个就站在这两个人形雕牌前面 这样子可惜 我的王世子在哪里 记得这个镜头吗 灿烂的遗产中 李圣基曾经背着文采员走过这里呢 还有前女友俱乐部中 宋志向和边耀汉经常在这边出没 一位男主角的工作室就设在梨花洞壁画村 宋志向现在问路的这家小店 天使之眼也有在里面拍摄哦 梨花壁画村所在的洛山 是保护首尔师的四大山之一 灯高远眺 风景绝佳 这里其实有一个360度的观景台 四面八方 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可以看到整个的首尔 你看到我后面啊 有南山还有南山塔 而且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所有的住家的顶楼 他们晾的衣服啊 种的花草 这个视野简直是太开阔了 好开心哦 这个是不是很可爱呢 我身后这个小花阶梯啊 是很多韩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像是五塔坊王世子中 朴河坐在台阶的下面 王世子呢 在上面很深情地注视着他 这个画面真的好美 难怪电视剧播出后 这个台阶就一举成名 成为了剧民们朝圣的必访景点了 还有呢韩国电影《只有你》 里面苏智蟹背着韩笑珠 一节一节地爬上去的台阶也在这里 虽然画面很漂亮 不过这些阶梯爬起来 可一点也不轻松 何况还要背着另外一个人呢 电影拍摄的时候 又要反复很多次 我们可怜的苏智蟹 好吧 辛苦了 除此之外 电影《忙正里》的追踪镜头 电影《天才宝贝》里 张根说好朋友的家 陷入纯情里 女主角的家也都设在这个阶梯上 不同的是 拍摄陷入纯情的时候 手绘的小花阶梯 已经被瓷砖花朵代替 虽然还是很漂亮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感觉 这里淳朴的民居 七彩缤纷的壁画 吸引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游客 尤其受到情侣们的喜爱 我搜索了 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美好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我们 不是今天 昨天是我们的纪约纪录 纪纪录 我想祝福 有些不同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刚结婚来这里度蜜月 因为我在网上看那边的壁画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选择来这边去一下自己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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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